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一下西媒,德国媒体 原来有份报道说一位拥有德国国籍的年轻华裔男子 不久前就去了中国大陆旅游市 就遭到公安,中国警方的施压 他自己说,迫使他提供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再得华人的讯息 直接说,如果按抗争者的禅述 是否叫毒灰? 算不算毒灰? 被逼 被逼 但这些全是他自己说的 从头到尾没有第三者认证 然后官方没有说 目前德国安全机构已经介入调查 我想问一下如果德国贵国 又怀疑有些 极端分子或者 坏分子或者潜在的人 有人进入警察会否都去问一问呢? 正常国家都会去的 都会问的 这位叫A先生的德籍华人 没多久前到达中国内地的 某一个机场市 被警方请他 进入一个小房间 就被问到 你在德国参加过 评击中国政府的集会 这些是否有?是否有示威? 起初他就不认的 但是警方就 落出现场的照片 他只要承认了 他们后来就非常直接地问 谁是示威的组织者 参加者还有谁 你我做的 不关我的兄弟事 你要拉拉我 你以为什么都攻出来 参加者有什么上贸特征 这些全部是那条人自己说的 他那条人自己说的 他们尤其关心 参加者的性命 当然 如果 他有潜在危险 那是否应该都要问清楚 其实这些是很正常的盘查 如果这个国家觉得有些人事 对他们有 威胁 有屈有性 是不是也要问一问 不是很正常吗 A先生就算了 反正你开了什么 A先生就说 问了几个小时 他在 饥喝 和 恐惧当中 忍受着 这个 警方的 叫做 怒哭 不过 不知何时 他终于 崩溃了 即是说 你说前面那些 说了这么久 顶住顶住 结果都是顶不住 所以 提供了两个 他认识的 示威者的假名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 他说的假名 可能是真名 还有 说真的 整个消息是真还是假 都没人知道 都是他一个人说的 但我觉得 什么国家都好 如果这个人对于你们国家 有 潜在威胁 他肯定会陪问你 是不是 这时 警察 满意地点一点头 死到 这么细致 你刚才说很害怕 为什么突然说得很细致 点一点头 是不是 然后 如果你这么细致 但是跟你说的有点矛盾 因为你说到 好害怕 好惊恐 好痛啊 你还知道他点一点头 他满意两个字 之后就叫他 审吻的不録之后 就在一份道歉书上 打了个字幕 后来他发生什么事 是没有事发生的 后来他就回到德国 啊 蛤 好像有点奇怪 不是 又这么宽容 好像共产党 你不是说到 共产党好像 是这个 是这个 红龙来的嘛 好像对你没什么事 有什么 怎样盘运 结果你 给了几个假名 这样就可以脱身 这么扭 会不会假了一些 最奇怪的是 你可以 安全无恙地回到德国 然后爆这件事 是不是这样 其实我是这么想的 纯粹个人推测 这位 阿哥 是不是去了 之后 真的有 可能之前的人 读他灰 就是他再读别人灰 但是害怕得罪 害怕兄弟说他 所以他就 他就说 我弄个假名 这些什么 反正 都挺奇怪 你说得这么紧张 又什么又成 结果你就很满意 点头看到 好像很细节 Anyway 不要紧了 之后 新闻机构 和这名德籍华人 交谈过多次 查看 其他提供的 照片和聊天记录 确定 基本上是属实的 聊天记录还显示 他在机场审问他的警察事后 还要求他继续提供信息 聊天记录是什么 你 满意你那些 什么 为什么 中方那边 如果好像你这样说 没有他求证过 放你走的 是 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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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 你在他们手中 应该如取如愧 就是 不知道怎么说 有些矛盾位在那里 而且你又很害怕 结果你说他很满意 试试 这样也行 可能你最后那一刻 你就觉得 我已经 如释重复 这样 OK 这样也行 自己很聪明 凭这个 机事可以脱身 是不是 这样 但是 你又说到 大陆 那些讯息 那么容易掌控了 那些讯息 结果 那么容易放你走 当然 根据 那个新闻机构 德国安全机关已经介入这件事 如果中国当局被证实 曾经向德国公民施压要求 其他再得人士的讯息 可能 对于本尼 中德关已经紧张进一步影响 不知道贝尔伯克会做事 不知道会做事 目前 这个联邦 议会 自民党团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言人 内希特 还有 联盟党的 议会外交委员会副主席 已经要求德国外交部对于这件事发布 中国的旅游警示 外交部就说拥有中国血统的 德国公民 亦都一样拥有领事保护权 至于加入德国籍的华人的德国公民身份 是否被中方承认呢 外交部 对此并不知情 外交部在声明当中亦都说 之前 已经有 案例显示 中方 在面对加入外国国籍华人时 并不完全遵守国际义务法 德国外交部并未提到 是否会更新 中国旅游警示信息 需要多些证据 最后意思是说我不会 将 旅游警示信息提高 提高了是否有实质用处 要去中国的人始终都会 你需要多些证据 你要提高旅游警示 对 其实他发言声明就算了 是也对的 因为他发言说 之前有案例 那 有没有提高 没有 你这么说 等于 一件事 结束就结束了 当然了美国国会院前几天 对于前往中国大陆 的旅行 发布了这个安全警示 呼吁美国公民在动身前 因考虑当地的法律 肆意执行 导致 无法离开中国 和非法拘捕等等 说真的正常人是无事的 你说是不是 说真的你探亲那些有什么事 绝对是无事的 不过这样 你知道有什么抗争者 或者是其他地方 不得而知 当然他们说 中国当国 对旅居海外的中国公民或者华人施压 早已经不是 这个小见的例子 就在今年3月 这个 德国的 和刚才的新闻机构 私自投制 揭露这宗Alex 事件 德国留学 中国 学生受到 中国政府严密监控 尤其是得到中国留学基金 掌学金的留学生 其实我觉得不是监控 起码知道你学着什么 当然 这个可能就是 他们对于 大陆的体制 不了解 也说中国留学生 基金委 的掌学金必须 先 签 处协议 承诺 不可以从事有害祖国利益 和安全的活动 有什么错 我供你出来读书 你 我供你出来读书 你可以损害我利益的 和我安全 这也不行 让狼狗 咬嘟嘟嘟 对 这也不行 我真的不明白 你供我出去就要 给我有这个机会 咬嘟嘟嘟 什么都可以 这件事 是不是静怒呢 其实西方会供一些人出去 如果 说真的 如果西方供一些人出去 你跟中国 某些机构 太过联系的时候 我相信 你会出声 甚至取消掌学金 很多猎务 尤其是美国那边 没错 学者 不少 不少 不是我们说的 纽约时报也有报 他们有义务 经常向中国大使馆 汇报情况 这是他说的 违反协议人可能处罚 一名自己也签署协议 的中国 留学 基金委员会协会的年轻人 就说自己 绝对不敢在德国 参与示威活动 因为 中国使馆 会做出非常严厉的反应 其他五名中国留学生 在谈话当中 亦都流露出 看得出他们对中共很害怕 这些都是他们说的 当然那些人 不肯露样或者 任何的 照片 只得 这个 西媒的幅述 就是这样 另外说 德国政府 都算是新鸣 发生什么事 原来 现在他们 政权都好像 遥遥的 记得另类选择党 记得 现在 气势如虹 没错 没错 气势如虹 这个极右翼 另类选择党 近日 两道在德国市 院 的选举当中获胜 他们党 公开 一些公开表达的言论 其实 为什么那么多人支持呢 当然他们有些言论 是 相当地 右翼 在属于 前东德地区的 撒克森 安哈尔特州人口 其实只有八千八百 人 想不到 这个另类选择党 有些地方法 就叫选项党 击败了 无党派的人士 成为首位 另类选择党籍的市长 就在 一个星期之前 其实 另类选择党的 另一位人士 叫蔡塞曼 在同位东德的 涂根深针 我估计我们报道过了 就是 索纳贝格是当选院长的 似乎 亦都体现出 德国民调 一个一致性 就是 这个极有政党 拥有20%左右的选民支持 居然是 与执政联盟当中 最受支持的 社民党是相当的 那些六党更加不用说 六党因为强推政策 原因何在 有人就认为 这个和 德国三党联合执政 自己 内部冲突有关 其实不对 我觉得不是 是因为 六党他走的太过 激进 特别 是在气候保护 和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 暖气设备当中 太急了 后来他退一退 好像巴弗里亚州 的清零 政治院 学院学院长 他就说 北正联盟的政策 令到 正常民众不安 你记住 正常民众都不安 你看到贝尔伯克 推那些东西这么硬 去 推进他 推进他 你看到都害怕 你看左翼政党 当然 左翼政党有时都很教 但是他 一给他们掌权 就很容易和 民主进步党就是 就是 经济各方面的 民主进步党 行业就聪明 做事就狗流流 摄石也很聪明 OK 摄石更聪明 更聪明 他觉得这位学者就觉得 政治 现在 普遍 是德国人不满的一个地方 他们知道 今后 有更加多的 选择 这个名字觉得很另一类选择 上星期来比石大学 发表一份报告 看到一样 简单但是令人不安 就是很多德国选民 特别是东德选民 存在着 种族倾向 在 6月29日 另一项的调查也显示 另类选择党走的民粹路线 民粹主义路线 一亿 你听着 是得到中间选民的支持 你逼中间选民去了那一边 政策不可以太架 哎 你太离地 你是为这个地球好 你是为这个世界好 但是 你这样 失了政权 有些政策推不了 所以要找平衡点 是吧 就好像 贝尔伯克推那些 也是不行的 贝尔伯克推那些 就是商界不肯 还有他的好朋友 好党友 哈贝克那些 国商客 是的 国商客 一推到 要对中国 结果 就被那些商界 变回 有些东西他都推不了 就是 你们经常说到 但是 喂 都是要 想想你现在是执政 做反对党很容易的 什么都反 为反而反 那就行了 但是当你执政的时候 你是面对 左中右都有 没错 他忘记了这东西 你是面对全德国的人民 是的 没错 目前观察到的就是 一些受过 更高等教 年轻 现代的 你知道以前 是那些 难听点说 是那些 比较老 幼的那些人 他接受的是 比较耿塞 有时候 现在不是 现在不是 德国现在 读过书 年轻 不像 普残守旧的那些 那些中间 选民 都 表示出对另类选择党的好感 你说谈不谈话 所以 很多学者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当然 因为 其他的政党 没有提供 好的政策方案 所以 这个看到 中间选民就觉得 不如选过新的 索尔茨就说 另类选择党的 崛起 不能归咎于 他所在的社民党 你想说 归咎于绿党 哈哈哈 不过受到最大挑战的是 同属 右翼的金蜜盟 虽然金蜜盟 在民调当中还是领先 但是联合政府内部 这个 争执 并未能够 金蜜盟 得到任何利益 金蜜盟 就是默克尔的政党 其实19年 当然 默克尔走了 事实上就是差点 少了个领头人物 我们看看近日 另类选择党两次获胜之后 其实金蜜盟 的主要对手还是绿党 虽然 16个州当中 有6个 金蜜盟是和绿党联合执政的 但是专家 不能够确定金蜜盟 是否 击败绿党是个良好的政策 他的意思是 不如你击败另类选择党 你很难逼人 还有 有些专家说 如问的特定议题 其他政党应该不应该沉默 要跟这个另类选择党 对着 说 这样会不会令到 选票流失 好像金蜜盟就是 以前马上站得硬 站得硬 你在 太平盛世 人人风衣足食 肯定没有 这些极有的肯定抬不了头 是的 现在大家做得不太好 做得不太好 事实上 尤其是绿党 又说不和谈 这个另类选择党很简单 他就说我们就要跟俄罗斯谈 是的 他就说我跟俄罗斯谈 同样的事情有机会发生在未来美国大选 是 这个也是 撼一撼就可以成功 吸到不少 中摆效应 没错 这个中摆效应 我这么辛苦做什么 我当然是搞定自己才帮人 这是人性 是的 当然有些人是天使 站得比较高 但是 很难 要求选民像你这么 有神级的思想 其实也挺难的 也挺难的 另外在德国 很多保守派的政界人士 对于另类选择党有意见不一 一些人就避免 是 叫做 以免攻击他们 因为担心 可能有机会和他们合作 那 当然 怎样可以 击退另类选择党 我觉得 现在的势是 难点 他只是 说回 其实他很简单 现在你们 利率多少 现在你们 又扭又跟他说利率 现在你们能源多少 就已经很足够了 当然 这些民众每天面对生活上的问题 很入心 是的 有件事是坏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 经常 就说另类选择党是对民主威胁 这样说 但是 他是一票票投出来的 是呀 输打赢的 其实之前 我有一个朋友 其实他也是 喜欢美国民主党 但是 希拉里输了一次 他们就罵 这个选举人制度 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 你不是 期望他是改 但是改不了的时候 你只可以认 你只可以认是输给特朗普 但是特朗普之后输了 更坏 是的 大家做一样东西 别人的储民就能看得到 是吗 又出了167政变 然后又说 点票 什么deep state 都是坏 现在这个另类选择党 他赢了两个议席 媒体政治正确之下 又开始 打压他们 或者是舍衰 难听说 帮你变相帮他助选 是的 你看看侵生那时候 就明白了 是的 他打压他 谁知道 你这样一搞 结果他的选票是更加多的 所以 你要看看 这个另类选择党 当然现在暂时没有政党 敢跟他合作 太幼了 但是 你也很难说 利窮质散 有利的话 可能也有些政党肯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